这是三次最昂贵的意外失误 英国阿尔法石油平台爆炸 事后造成17亿欧元损失 167人死亡 日本的豆腐渣公路直接被拦腰斩断 无数车辆被砸毁 房屋被破坏 真实画面 触目惊心 希腊游轮一个侧翻导致燃油泄漏 光是清理费用高达120亿美元 这些可怕的事故背后都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能付出2000亿美元的代价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科普故事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这是一场花了122亿人民币 与167条生命买来的教训 1988年 位于英国北海海域的帕布尔阿尔法石油天然气平台 发生了严重的爆炸 该平台全名为帕配阿尔法 是一座固定式的大型油气平台 建于1970年 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种平台的作用 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油气收集设施 他通过高压油气提升管 来收集附近海域和其他周围两个油气平台生产的油气 再加上自己生产的油气一起 通过管道输送上岸 所以说他的作用就决定他的高危性质 事故发生在1988年的7月6日 当时平台的一个维修工人 把一台泵的限压管线上的压力安全阀拆掉了 因为他要拿去修理 被拆的地方 他也只是简单装个盲板 连严密的封口措施都没做 可是这些重要的信息他都忘记告诉下一个工作人员了 于是下一个人检查到这儿 直接打开了还在维修中的泵口 最后宁溪油泄漏 形成了一个液燃气团 然后天然气压缩间爆炸就是分分钟的事啊 只用了几十秒大火就吞噬了这儿的一切 二十分钟后 更大的一次爆炸席卷了整个平台 瞬间浓烟滚滚 连救援队伍都没法靠近 直到七天以后 大火才被扑灭 而事故现场也成了最真实的人间地狱 你知道日本的豆腐渣工程究竟能有多可怕吗 这是他们花了2000亿美元 给全世界的一个警醒 说到日本制造 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将其与匠人精神四个字打上等号 好像日本人对待工程就是更加的严谨认真 他们制造出的东西也代表了更上乘的工艺和更优良的品质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995年日本版神发生的7.3级大地震 一瞬间地动山摇 无数建筑物因为抵御不了大自然的威力 像齿壶一般脆落 但这还不是结束 这场地震也将日本当时最大的豆腐渣工程给震了出来 这就是版神大地震最大的破坏现场 这条神户大阪之间的最主要的交通路线 本新高速公路一瞬间被震的整体倒塌 桥下的装机被拦腰折断 公路直直地砸向了地面 原本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车辆与一些房屋 也因此扁的扁塌的塌 画面触目惊心 但有朋友可能会好奇了 因为地震倒塌不应该是事出有因吗 为何还要将其称为豆腐渣工程呢 这就要从日本的地理位置说起了 众所周知 日本是一个处于太平洋地震带的国家 每年大大小小的地震数不胜数 所以说早在1950年 他们就颁布了一款建筑基准法 里面对建筑物的抗震标准尤为严格 后续经过了多次修改细化 可以说对建筑物抗震的规定越来越明确 而本星高速公路作为一条主线道 按理来说应该被建得极为坚固 即使发生了7.3级地震 也应该被保留下来 可最后相关专家鉴定后发现 它的结构设计非常不充分 捆金毛固也不足 所以才会出现阵中整体倒塌 甚至被拦腰折断的故事 最后该公路经过了一年的重修 才得以再次开放 根据官方公开数据 这次试过损失为46亿美元 不过有相关人员猜测 前后损失加在一起应该更高 甚至可达2000亿美元 你知道吗 这是一场人类的海洋之灾 也是今天三次意外失误里 官方公布损失最高的一个 光清理费就高达120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800亿 谁也不敢对此负责 2002年11月13日晚上 在西班牙西北部 距离海岸9公里的海域 发生了一场风暴 而这场风暴 将当时在有7.7万吨燃料油的 希腊油轮威望号 直接在船体上刮出了一个大裂口 瞬间燃油外泻 海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出现了一片污染带 这时威望号请求停靠西班牙 被西班牙拒绝了 请求停靠葡萄牙 因为葡萄牙拒绝了 最后只能硬生生的在水里泡着 看着燃油一点点外流 后来西班牙派出了 四艘拖船出动 将其拼了命的往外海拖 六天以后 威望号被脱离到距离海岸 95公里的海面时 船体断成两截 沉没在了附近的海域里 和所有人想的一样 此次事故造成了海洋的大面积污染 泄漏燃料多达6.3万吨 其中2.5万吨的燃油 在海面上形成了 厚达38厘米的油膜 其余的燃油沉入了海底 附近3000公里水域都受到了污染 最严重的是西班牙海域 当然葡萄牙海域也没跑得掉 当地生态和渔业都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失 而两国又不能放着污染不管 光是为了清理这些燃油 都花费了120亿美元 更别说其他的损失和消费了 到了2003年 西班牙还在表示 维网号每天都在往海里泄露80吨燃油 船体上20个泄油的裂口 到2003年1月8日 都只被堵住了6个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 与大家一起讨论 感谢观看